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范围地跟大家一起也交流一下 教育的内容 凭非佛教 大仗者其实 其实这些题目主要是可能你们这边提供的 我也没有来得及特别很细致地去思维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忙着一些翻译 我最近翻译一部叫做《大乘庄严经论》 《大乘庄严经论》是弥勒菩萨的弥勒无论之一 应该在佛教当中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它是在唐朝的时候是有一个翻译 但是跟现在的有些包括藏文和有些 其他一本相比较起来的时候比较难懂 所以我再三考虑也从今年开始准备花三年的时间 就把它移出来 对我来讲是这个可能比较重视 但不知道有没有人听懂或者是看懂或者是重视呢 也很难说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 对无子嫉妒的信任和追逐的这么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想可能找到一个今生上的 尤其是古老的 典籍的一些 它的智慧的境地 谁去寻找它也很难说 不管怎么样 我是近三十年吧 三十年以来一直是对翻译方面比较重视 虽然这几年去一些学校和其他的企业做一些演讲 但是这个演讲不是我的特长 我也不是演说家 而且自己以前真正的那些学校都没有读过 我十六岁的时候才上小学 而且小学只读了两年 然后读一个中学 读完中学以后读四番学校 四番学校最后一个学期还没有正式毕业的时候已经出家了 这样的话 我的小学文凭也没有得过毕业证 然后四番没有得过毕业证 这是一个中学毕业证 中学三年我是完成过的 所以从实践的文凭和水平来讲 确实也是没有任何资格给大家交流 去年我们参加香港世界佛教青年研讨会的时候 我是唯一的没有读过专科或者是奔科的 而且这里参加的人全部都是奔科以上的 所以让我上去说话 我说我是最没有资格的人 今天也是这样的 在这里这么多的经营人才当中 我要跟大家讲说 说实话也可能不一定有什么很大的利益 但是我对经论的这些翻译方面 自己也是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 有一些把握 因为我从87年到大概97年之间 基本上在摸索 主要讲经说法 从97年开始 十年之后开始真正翻译 所以这几年以来 我对藏传佛教的有个别的一些经典论典 然后翻成汉语也算是可能比较多的 以后你们如果对藏传佛教的一些经典论典的意义 有感兴趣的话 我也在翻译的时候 毕竟是很专注的 很认真的 前辈的这些大者 智者们的智慧 向有意识地翻译出来 这方面我也自己还是有自信的 所以希望你们也是 如果对佛学方面的 比较高深的教义 做一些以现代的理解方式来了解的话 可能我翻译的确实也比较多了 这当中我自己认为非常珍贵 我每次都是读一些藏文 或者我学过的一些五部大论 包括藏传佛教当中 密宗的这些道理的时候 我就经常想 我们藏族历来都是有佛教的 非常完美的传承 但是汉地虽然有佛教的传承 非常圆满 但是再有一些藏传佛教的这样的窍诀 和理论的补充的话 更加可能圆满 所以我自己在每次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很激动 觉得这是汉族很多人 特别虔诚 特别有福报的 这些人用智慧来了解这些千辈大德的 甚深的意义 非常有价值 所以我总觉得 我自己生存在这个世间当中 可能我的付出 主要是在一些翻译方面 以前爱因斯坦也是说过吧 他说过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的 主要的价值 就是付出为主 付出的话 这是人生当中最主要的价值 而不应该 我们自己获取当作价值 我们很多人认为 我获得什么呢 我获得什么的时候 很成功 就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是 从科学家阿因斯坦的观点来看 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个人 非常了不起 不是他获得了什么 才了不起 应该是我们付出了什么 所以每一个人来讲 确实也是付出非常的重要 我的一生当中 不敢说 很多方面 但是我的时间和精力 说实在在翻译上面付出 有时候我想 可能没有人看懂 有时候想 没有人看 有些时候想 也许可能我离开人间之后 这些古老的经论 会不会对世人稍微有一点帮助 如果一点一地 我也是非常的欢喜 我今天 刚才前面 顺便想出了这么一段 今天所讲的《嫔妃佛教》这个观点 我都没有特别地去思考 但是实际上 顾名思义也比较容易 可能大多数人认为是佛教 它是一种非常清贫的 一种清净的生活 应该也算是一种 比较寻找贫穷和艰难 借鉴的 这么一个生活 因此作为金钱也好 地位也好 名声 这些在佛教当中是不能追求的 也不能得到的 其实有了这些的话 好像会不会跟我们的佛教的教育相伴 很多企业家也经常说 本来我很想好好地学佛 但是学佛之后一方面 佛教的这种戒律 这些很麻烦 条条条小必高 约束很大 另一方面 佛教里面 就是要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 我现在就做一个企业家 要赚钱 要 bam 许多的财富 所以跟财富 跟佛教的教义相违背 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但实际上这是可能 并不是很合理的想法 佛教当中有没有过 比较清贫的生活呢 也确实有 原始佛教的教义当中 也是有一个自主少欲 非常清净的 就是这么说 包括现在的 像绵甸这些 托博花园 你们可能也去过 有时候你们也可以去一下 像绵甸和他们的一些生活 包括在家的佛教徒 基本上不积累很多的财产 出家的一些佛教徒 他们在卧室里面 只有一张床 吃饭出去逛教 托博 花园 然后得来的这些事物 开始供养自己 一天的生活 每天都是 有些是日中一世 有些是过无不适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今天 依然有很多很多的修行人 包括现在的一些 一个寺院当中有好几百个 几千个出家人 也过这样的生活 但这个也是佛教 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 跟我们所谓的别解脱的传承当中 有这样的这种教义 还有佛教里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企业家 有些稍微有福报的人 是不是跟有钱的原因呢 跟佛教借不上善缘呢 也实际上不舍 佛教的这些戒律当中的话 也比较岁月 如果没有非常大的侵作 依靠自己的福报和自己的这种福分而得到的话 佛教也可以让你过一个非常安逸 富裕 充足的这样的生活 有一个叫毗拉一经 毗拉一经是佛陀在世的时候 对他的弟子们所讲到的 整个信主作卧的四种威仪 行为 就是非常细致的经典 而且这个经典当中怎么说的呢 如果我们没有对财物的非常大的贪执增长的话 那么作为出家人 也是他穿着的衣服 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 几万元 几万块钱的这样的衣服 他可以穿着的 那么一个出家人 他住几百间房间 他有几百个房子的话 也是允许的 这是我们以前学戒律的时候 也是非常 包括现在这个戒律 我们这个戒律的话 印度有一个六庄严 佛陀圆寂之后 整个世界国土庄严的有六位尊者 比如说 英明方面的 成拉论师 法成论师 然后中观方面的 像龙猛菩萨 龙猛论师 悦成论师 然后戒律的话 功德光 释迦光 像居士 无足菩萨和世青菩萨 二生六庄严 二生六庄严 整个佛教的教义进行接受和弘扬 那戒律方面是谁来弘扬的呢 就是释迦光和功德光 他们来弘扬的 那他们的论典当中 有一个叫做戒律根本论 戒律根本论当中 已经讲得很清楚 刚才我说的 如果不需要造恶业 也通过自己的福报和 或者是无倾作的过程当中 那穿着几万块钱的衣服也好 然后住着 拥有几百件房子 也是允许的 所以说 我们现在有些人 可能包括一些企业家 他们也对佛教的教义 知之弃义 不知弃耳 就是有部分的 比如说 我们知道是 所谓的出家的话 把家庭 工作 很多都是设弃 这一点知道的 但是真正的佛教徒 他还有 如果自己在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话 没有去特别的贪执的话 他拥有一些财富 实际上佛教的教义都是不相伟的 所以我们有些人 自己一方面当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但另一方面 自己也是可以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那这两个之间会不会有矛盾呢 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 当然如果你不想当佛教徒 当其他的宗教徒 或者说是你不想任何的宗教去牵涉 这些都是可以的 实际上你变成宗教徒和非宗教徒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关键的 最关键的人要做一个好人 不敢说百分之百 所有都恶事不做的 这样的人不叫这个人 那个是菩萨了 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我们至少人有自己的一种约束 要当着一个各方面 你有信仰可能是最好的 为什么是最好呢 因为有信仰的话 对自己的信有一种依靠 有一种归宿 如果没有任何信仰 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只有一个金钱的信仰的话 那确实是人遇到最后的 最关键的 最困难的时候 找不到任何的移处和可靠处 这也是现实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想到佛教里面 实际上并不是强调当佛教徒一定要贫穷 可能中国很多的 包括一些六七十年代的电视 电影 像这些可能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影响 带的影响是什么呢 这个人在婚姻过程当中也好 家庭当中 足头无路的时候 开始选择出家 而这个人已经非常贫穷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到寺院里面过生活 所以很多现在我们的价值观 按理来讲 可能很多人认为 包括我们出家人过来的时候 觉得他可能是非常可怜的 人生当中一直是遭到了一些挫折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大的问题 因此走不通这条路 最后只有选择出家 只有选择到寺院 因此我看我们很多的电影演着演着 最后遇到痛苦的时候就选择出家 后来我有些跟演员和道员跟他们也讲过 你们为什么人生当中最不成功的出家人 我们现在出家人做出来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很多人看着电影 电影就是称了我们现在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个寺院当中好像避难所一样的 这也是跟我们的文化的道向 可能当时文化大革命和在那个期间 有一定的关系 像日本和包括一些韩国 斯尼兰卡的话 他们在很多的新闻媒体和包括一些电视电影当中 最成功的一些经营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经营人才的话 认为是这个人非常有钱 地位很不错的话 经营人高端人士 就把他当作为是我们最了不起的人 就是这些有钱的 有钱的人就是高端 有钱的人特别成功 但是在很多有些国家的话 可以说不仅仅是一种财富上 金钱上这样来定量 是更重要的在我们的精神价值观上面 在核心价值观上面 人类应该能抓到了最高境界的 这种人在我们的时间当中 他是最高上最伟大的 有这么一个平衡点 因此我们就是要想到什么呢 就是想到的就是说这个佛教呢 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是佛教是的的确确 就是它是一种经营教育 就是可以怎么讲 它的教育的内容呢 就是也有比较低层的 也有中层的 也有就是高层的 就是不同的 那么高层的就是像这个特别高的一些 就境界的话呢 就是确实你们在家人 就是做这个事件的各种生意的人 可能也很难做得到的 然后包括我们就出家很多年的人 也很难做到的 但是呢 我们对中层的有些教育呢 就是作为你们呢 也应该可以能做到的 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想呢 就是佛教是一种贫穷的道路 谁都不敢学 一学了以后呢 所有的这个价债也不能碰啊 就是然后戒律也是 其实戒律佛教的 像出家的有些比丘戒啊 就是撒密戒 就是确实是比较就是条例比较多的 但是一般的一个在家的就是无戒 就是像这样的戒律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每个人 就是在我们提倡伦理道德的时候呢 这个无戒呢 就是可能每个人 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 都应该是很重要的 不杀人 不吸引 不徒道 还有这个不王语 就是不大王语 就是小王语还没有说呢 就是不大王语 小王语我们都 尤其是你们做生意人的话呢 就是可能 但是佛教里面的大王语的话呢 就是说我不是这个佛 我就说装着这个佛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大贫人 就是自己都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成就 就是说 我是这个大成就者 就像这种人的话呢 那我们世间当中也是非常 那其他的有些 像你们这个做生意的一些方便王语也好 或者说是我们世间当中的 就是其他的一些行为呢 都没有就是遮着 因此是最简单的 就是一个戒条来讲呢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人呢 有时候是需要有一种外在的这种约束 也是非常这个合理的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到 就是佛教呢 就是实际上 也应该可以说在蒙中意义上面呢 它是强调一个呢 端出极端的道路 就是也不要太过于的富裕色彻 也不要过于的就是贫穷 有一个我们平常经常念的 我用藏文来念一下 包括我们出家人啊 出家人有一个发愿文 就是他这个发愿文呢 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我这个出生在非常富贵的家里 就是太富贵的话呢 就是每天都是为这个经济算账 就是就不会有这个修道的这种这个机会 也不要让我转生到特别贫穷 贫寒的这个家里 如果太贫寒的话呢 那自己的这种这个生活 饮食也是很难以解决的 我但愿我就是出生在一个中等的这个家庭当中 并且呢就是时时时时刻刻能行持正道 就是这样这样的一种这个发愿呢 因此我们从从这里呢 也可以看出了 就是佛教就是所讲到的这种生活呢 是比较这个中动的 就是中用的 当然你有福宝的时候呢 也可以就是我们可能这里大政者的话呢 就你们不知道 佛教历史上是有一个叫做极孤独仗志 就是极孤独仗志 他呢应该是非常有福报的 在当时来讲呢 应该说是亚洲俗福啊 就是现在那个 怎么讲啊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呢 就是什么世界俗福 比尔盖茨 然后亚洲俗福 什么尼迦城啊 马云啊 他们就是互相在比 在那个时候的话呢 印度就是最大的这个富翁呢 就是极孤独啊 当时极孤独就是准备在 就请这个佛陀呢 就是到一个地方来 这个应说法 当时他看到有一个公园 就是特别特别好 然后他想请他 但是这个呢 就是有一个太子 就是他呢 就是是他的地盘 就是他的地盘 然后这个极孤独呢 就是说就是可不可以卖给我 就是就就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房地产 这个这个交易一样的 就是我准备呢 就是请佛 当时这个太子呢 就是认为是不可能 就是因为他那个 我这个社会城啊 就社会城的整个国家呢 特别大 原来我也去过 在90年的时候 我专门就是去这个极孤独园 就是就那个地方去了 然后就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太子呢 就是先没有答应 就是后来呢 他一直说 我要准备这个 对佛陀就是做一个 这个现在的话来讲 可能修个别墅啊 就是来供养 就是住室 就是供养 你可不可以把整个花园 就是全部买给我 后来那个这个太子呢 就是跟他一开玩笑的方式说 那那可以就是 你把整个我的这个公园里面 就是铺满黄金 如果你铺满黄金的话呢 那我可以买给你 后来极孤独确实是 他因为就是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可以看得到 就是不用现在的这种探测器一样 就是他可以看得到 就是地下的这种宝藏 就是包括一些黄金的话呢 就是从他的肉眼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有这个能力 因此他是特别富贵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后来真正把这个 这个花园呢就是全部都是铺满黄金 就是铺满黄金 就是铺满黄金 然后当时太子就感到很惊讶 就是说是那我把地已经卖给你了 就是前面的已经我们就已经 就已经口头上的可能协议吧 就是已经说完了 但是呢地上长的这些树 就是因为这上面有长的 这个花园里面的有很多很多的树 就这些树呢就是并没有买给你 就是所以这些树呢是 本身是我的这个餐权 但是呢我还是是我来供养 就是地上你买完了 就是你来供养 然后这个地上面的 这个所有的这些树林呢 是我来供养 那我们两个共同合作 就是来供服 所以后来这个花园的名字呢 就是叫做是七树极孤独 就是七树 就是七王的太子 然后树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树 然后就是七树只是太子的财产 然后极孤独呢 就是他已经铺满黄金买的 当时我去的时候都想 确实是我们现在的历史 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呢 其实也有世界上是有这样的这个富贵者 就是后来就是他们把这个花园 就是供养佛陀 并且呢就是在那里这个造建 就是造建就是进世 就是现在还还有一些异迹 就是你们方便的时候呢 也朝印度的时候 你们去去看一下 就是当时的这个极孤独政治 极孤独政治的话呢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境险 包括在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呢 就是说这个极孤独呢 不仅仅是即生当中很富裕的 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前面的 就是很多世当中呢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的富裕 我想我们这里的有些老板的话呢 就是即生当中也很富贵的 就是这个肯定跟前世的这个福报呢 就是有关系的 就是可能前面就是很多世呢 你也有这种财富的这种因缘 那将来的话呢 你也多做一些善事 就是我们说的是布施 布施就是富贵的这个因 就是这个因缘很重要的 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因缘呢 我们千万不能去忽视它 它这种道理的话呢 就是确确实实实里面有一个非常深深的道理在当中 因此我们也要会懂得这种因缘的这种关系 就是这个善和恶的这种关系 那这样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佛教实际上的确也是 并不是因为这个贫穷呢就是财就是修得很好的 我看有些修行人呢就是特意的装着这个贫穷 就是这也不是很好的 就我们原来原来这个我们佛学院当中呢 就是有一个老男嘛就是老出家人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呢经常就是特别爱穿这个旧的衣服啊 就是上面有很多很多布丁的 然后我们的上师呢就是确实是他很了不起的 就是他的这种智慧 就是跟这个世间的智慧和初世间的智慧 包括就是对这个现在未来的就是很多的一些大的方向呢 就是他特别了不起 那么他有一天的话课堂上就是驳赐这个出家人 就是说是你特意的是不是穿一些比较旧的衣服 就是那这样呢就是也会成了一种这个执着啊 就是就没有必要就是特意的扮演就是做这个贫穷 如果你心里面就是有这个特别执着的话呢 那你即使对扮演一个贫穷呢 就是实际上也长久不了 如果你对这个金钱呢就是没有太大的执着 然后呢你就就很自然地就是看待的话呢 那即使你有万贯家产即使你有金银财宝如山而对 但是呢你也不会有解脱方面的障碍 以前我们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就是有一个叫做江阳清水王宝 不知道你们在座听过没有 就是他是在这个应该大概是18世纪 应该19世纪左右吧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是在藏地来讲是非常著名的 就是包括撒迦尼玛就是所有的这种教派呢 就是所有的教派的传承呢 就是都得过的 所有的教派都 而且他的这个修行成就的话呢 就最高的这种境界 就是所有的众派的话呢 都承认的就是当时是一个极其伟大的 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 因为他的著作呢 就是现在我们后人看的话 也相当的惊人 那么他的这个境界条件就是相当好的 就是他住在这个当时甘子州的这个德格那个地方啊 就是当时他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皇帝一样的 就是他住的地方是禁闭混黄的 就是跟皇宫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 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特别这种有条件的 然后另外有一个呢 你们不知道就是看过没有 就是那个大圆满前行的作者就是华智仁波切 这个华智仁波切呢 他是一辈子都是他就是看就限制一种什么呢 限制一种非常贫穷的这个修行人 就是到哪里去都是只有这个一件衣服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 这个右圣吧 就是到处云游的这种和尚 就是他是这样的 然后但是呢 华智仁波切他有一个这个木碗 就是木头座的碗 就是这个碗呢 就是他特别喜欢 就是他不管到哪里去 就是他就揣着这个碗 就是他特别执着这个碗 特别喜欢这个碗 就是到哪里去都是不会 本来可能就是藏地的话呢 以前都有这种传统啊 就是现在好像没有 就是以前的话呢 每个人把自己的碗呢 就是就出去的时候 做客的时候都坏在自己的 就坏里 就是我们现在有人觉得是这是很这个不好的 有些我觉得是这个也还是比较健康吧 就是因为自己的碗自己吃到哪里去就是拿出来 就是现在有些藏地的老人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到哪里去不会用别人的碗 就是他用自己 汉地有没有 现在好像没有吧 然后这个华晨仙伯切 他用自己的这个木碗呢 就是特别之处 后来他去建那个江恩春水文博 他一进就是他的宫殿的时候呢 他就产生一种邪见 就是他觉得我的上师本来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呢他周围的这个房子啊 就包括他里面的宿室啊 就是太太豪华了 就是太奢侈了 就是他就心里呢 好像生不起什么信心呢 就是到了以后呢 好像不像一个修行人 就是这么这么奢侈啊 然后就是 但过一会儿呢 就是他特别执着他自己的碗 然后就一起喝茶 一起喝茶的时候呢 后来就是那个上师江恩春水文博呢 给华智仙伯切说 其实你不要认为就是我的这个修行不好 我对这些所有的财产呢 根本没有你对你的木碗的执着 就是因为华智仙伯切木碗特别执着 然后他说我虽然 表面上看这么多的这个财物 但是呢 我根本没有你对木碗的这个执着 所以有时候呢 可能我们认为是贫穷很好 但是贫穷的话呢 他可能对他就是特别执着 比如说一个贫穷的人 就是他有一万块钱 就是他特别特别去执着 但比较富贵的人呢 虽然表面上看了他很有钱 但是呢 实际上他对这个金钱呢 就是并不是很执着的 并不是很执着 既然你没有执着的话呢 对你修行过程当中呢 不会有很大的这个障碍 以前那个盖俱派 德罗巴和纳罗巴的这个教言当中呢 他说是 先先不会束缚你 执着会束缚你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 就是在你面前显现呢 就是实际上对你的修行和成就 解脱呢 不会有很大的束缚 然后你最大的束缚 就是束缚 就越说是什么呢 就是你对他执着 我们对金钱的执着 对亲人的执着 对很多的执着的话呢 贫穷有贫穷的执着 富贵有富贵的执着 所以关键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是 你把这个钱就是怎么样去用 如果是这个钱呢 作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他有智慧和方便的话呢 他会用在这个解脱 自己也快乐 他人也快乐上面 如果这个钱呢 就是用在一个坏人 没有智慧的人的身上的话呢 他会对自己也有害的 对别人也会有害的 所以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关键是 这个金钱呢 用在什么人的手里 就是如果他有一定的 这种修正的话呢 即使有多少的这种金银财宝 应该对个人的修行和对他人呢 就是不会带来障碍 甚至呢 就是对很多人 确确实实是有非常大的利益 就像我们现在 有一种化学物 叫做是油 它呢 实际上是一种金属物 这个金属物呢 如果用在一起核武器的 这种元素当中的话呢 它其实可以就慢慢慢慢 就是就裂变 裂变以后呢 就是产生一个巨大的力量 然后呢 就可以坏坏很多的世界 它是可以变成核武器 它如果用在一些 我们现在的核电站上面的话呢 实际上是通过这种能量的话呢 它也可以变照明用的 所以我看这个油呢 就是看你用在哪方面 用在如果核武器 就是整个炸一些世界 或者是炸一些地区的话呢 它也起其他的作用 如果它用在我们现在 其他的一些照明等等 就是这样的话呢 它也可以就是造福人类 有很大的利益 因此我们像作为一个企业家呢 就按照这个佛教的观点来 进行分析的时候呢 有钱和无钱呢 实际上这个对修行没有什么关系 有钱的人呢 也修行特别好的 我们看看 世界上的很多的慈善家 包括像国内也好 国外也好 这么多的人呢 他依靠他的福报和 依靠他的这种资源呢 能帮助千千万万的人 多少人 如果他这样的金钱没有用在这方面的话呢 可能对人类和对个人也非常有损害性的 因此我的观点看了 应该是作为一些在家人呢 对佛教的了解就很有必要的 对其他宗教的了解和学习也很有必要的 我总觉得是 我们这个思想应该是比较开放性的 不要聚于一种约束当中 不敢看 不敢学 有些人说不敢学佛 要学佛的话会不会犯戒 其实你学佛和不学佛有很大的差别 你学了以后 也许可能在从中对你的心态调整很好 原来你是特别浮躁的 结果看一本书 一直以为道士 或者说你去学了一些心灵的理论之后 将来你真的是自身已经坚强起来了 那自身坚强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外面的任何发生的事情 你有刻意 能力面对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自身心的训练没有到位的话 即使外在的环境再好 你再有再多的财富 可能内心的痛苦一直是无法解决的 因此我们解决痛苦需要有一种智慧 这个智慧佛教里面讲到四法因 这是佛教的一个根本 一切有路皆是痛苦的 一切有为法皆是无常的 一切的这种法是无我空性的 那么寂灭是涅槃的 这么一个叫做四法因 当然这四法因的意义 可能你们以前没有专业的学习和修行过的人 刚开始听起来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我也希望在你四叶成功的同时 也要关注一些今生世界的内涵 这样也许可能变得更圆满的 更重要的就是说 达成佛教的究竟教义 包括你已经成父以后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利益众生的 因此我最后也是希望在座的各位 以后在自己的有生之念当中 依靠自己的这种能力和智慧 经常要帮助别人 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家 尤其是你们像这样的成功人士的话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资源自己占用 我最近看到一些 包括一些贪官的这种行为的话 其实有些人确实是把人类的这种资源 就是占用的太多了 就是对社会 并没有做出很多的这种贡献 那这样的也可能会 就是这个报应 就是这种自作自受的报应 就是很容易出现的 所以人应该是以一种良心 以一种道德的准则来 一旦你有一定的势力的时候 你不能忘我们身边 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贫寒 穷苦 痛苦 可怜 这样的人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外面的 各种残教和悲悯之声 我们经常会发现 就是许多一些无有 无助的 顾挂的 就是这些人 那这些人呢 多多少少 就是自己在利索浪迹的范围当中 应该需要帮助 这是非常重要 就是有一次我看到 有一个加拿大六岁的孩子 他就刚开始听到 这个费助的一些故事之后 然后他发现 其实他们的很多孩子 就上学有困难的 没有人喝水 然后他听说是有 七十元美金 就是可以大造一个税金 然后他就想办法 后来拿到七十元的时候 原来不是七十元 已经两千元 对他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 然后他有再三的想办法 打工啊 就是招钱 后来确实是 就招到了这个两千元 然后就是亲自到这个费助去 费助去打劲 后来呢 就是他一直做这个 从六岁开始做到这个 那天我有一个加拿大的佛友 就是就问他这个故事 就是他们说是 现在都是已经二十几岁了 他还在做 后来就相关的资料当中说是 他已经改变了八十万人的这种命运 就是他们的这个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 一个六岁孩子 心里激发一种爱心 就是 心里这样的激发的爱心 最后呢 实际行动当中也是 能做 就是改变这么多人的命运 所以我们有些人的话呢 可能就是 虽然自己有这方面的福报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 就是用着我们的 就是 奉献于社会 就是造福于人类 甚至呢 就是对自我造就 就是在这方面呢 就是比较这个缺少 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教育也好 科本也好 还有平时的我们的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 聊天啊 就是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当中呢 我们都经常听不到 就是像一些其他有些国家的话呢 就是经常听到 就今天这个人做赤善 明天那个人做赤善 就应该有这种的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 一提起赤善的时候 是不是捐钱 其实我原来在不同的赤善的一些会议当中讲过 我们不一定要捐钱 就是不一定有钱来做赤善 应该每一个人有一种做善事的这个信 这就叫做是赤善家 而并不是今天你要花几百万几千万 就是才算是赤善家 但是我们的很多人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没有钱的人呢 就是不可能做赤善的 有钱的人呢 除了捐一点钱以外 其实这个不是的 钱不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你的信善 有一颗信的话呢 那这个呢 慢慢慢慢会出现它的力量 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 看看许多人将来在这个世间当中 应该发挥自己的这种作用吧 希望看看我们这里 对佛教也有一个正面的认识 你们也不用害怕 我学佛或者是研究佛法 就是会不会把所有的全部都要放弃 原来佛教历史上是有一个叫做恩扎伯德国王 他呢 当时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家庭 也不愿意舍弃自己的王公 但是他很想学 后来呢 就是佛陀通过一种其他的方式来给他宣讲 这个佛法呢 在历史上是已经成就了 包括我们传承的上师当中 都有恩扎伯德的成就 是他的 因此佛教应该是要有个全面的理解 不要有一种片面的理解 同时我们自身最好是难得的人生当中 自己还是有一个精神上的 而且这种精神上的引导还是要定一些时间 我希望大家不要表面上 学过的有些人应该是学得深一点 要从显宗的五部大论一直到密宗 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一直是处于一种表面层次 并没有去深入 这样也非常可惜 你们有这么好的机缘 智慧 条件 在这个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真理 确实很重要的 不管怎么样 以前古人也说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树里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 不管是世间的真理也好 出世间的真理 这种一定会掌握在 不太数字多的人的树里 但是这种真理 我们很需要正面地去了解 同时我们每一个人 他有希求真理的因缘和福报 关键是自己怎么样运用 这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 我想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